传送袋 在周围的生产线和工厂中使用很多 输送袋主要用于运输原料或产品 这里也使用电动机 如果更改三项电压的两个位置 则电动机将以相反的方向运行 有两条传送袋 每个传送袋都有自己的电机 传送袋4B1向前运行 传送袋4B2向相反方向移动 当连接电动机和操作传送袋的每个电磁接触器时 三项电压的两个位置都会改变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屏幕上显示的模拟行为 Input on Wowing Breaker Press the button PB1 Release the button PB1 Press the button PB2 Release the button PB2 Press the button PB0 Release the button PB0 Input off Wowing Breaker 我们已经验证了模拟内容 现在让我们具体看看什么是电器序列 屏幕上有两个电磁接触器M4E和M4E 还有两个电动机 检查电器顺序 当用户按下按钮PB1时 IME电动机由电磁接触器M4E操作 电动机IME运行时RLE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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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机运行时RLE灯点亮 当用户按下按钮PB0时 所有运动都停止 现在在屏幕上为每个设备建立连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接结束 现在更改灯的颜色并开始运动测试 检查每个电磁接触器 按钮和指示灯的运行状态 Input on Wire Ring Breaker 折扣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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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2 Pb2 Pb1 Pb2 Pb2 Pb0 P3 Butte and Pb0 Release the button Pb0 Press the button Pb1 Release the button Pb1 Press the button Pb2 Release the button Pb2 Press the button Pb0 Release the button Pb0 Input off Wlawing Breaker 我们已经了解了传送带的操作和方向,为了操作每个电动机,将电磁接触器与电动机连接很重要,并且应该易于根据用户按钮输入进行控制。 每个电动机的运行状态印标有指示灯,希望您能进行更有趣的电器顺序配置。 谢谢收看签出订阅和点赞按钮,我们将制作越来越多的学习视频,如果您将其他问题留在视频下方的评论中,我们将不胜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